美亚演習到之前都是 看著,那一首吧 對,之前看你演的電視劇可能比較多是古裝嘛 那這次是算是第一次演在內地演這個時裝劇嗎? 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個劇本? 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個劇本? 首先當時拿到劇本的時候就覺得劇本很有趣 就是第一次有趣,在裡面就是第一次演一個時候 台灣來北京打拼的女生 然後再加上理論很多,就是比如像雅雯他講的 兩人特審才寫的,每次我特被理論開始鬥小 就覺得都真的寫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特別有趣,就是兩個人 比如我可能是用這種台灣槍去跟他講話 然後兩個人跟那種互相奉用色 很超穩的事情有趣 然後再加上導演,劇本也是有趣 然後導演很想拿去做得好,就是這樣 開始也是我們最想說的 那因為說是很多吵架的戲嗎? 會不會台詞量特別大? 台詞量,在吵架的戲台詞量都特別大 那你平時現時生活中會吵架嗎? 吵架我覺得一定都會的 可是我並沒有,我不是愛吵架的 那這次在片中會覺得跟朱雅雯拍戲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朱雅雯他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員 然後他也會很熱心地去照顧身邊的人 那你這次是因為都是在北京拍嗎? 是拍一個北漂的身份嗎? 北漂啊? 算吧,對 等於就是到北京來打拼的年輕人 那你對這樣一群人有什麼理解嗎? 我覺得這一群人就是對生活都是充滿著憧憬的 可是相對來講生活的品質也是生活比較普一些 當要住社會錢賺的錢也不是那麼多 那可能也沒有自己的房子啊 都是如果跟朋友一起住或者是自己住房子怎麼住 然後那是對於未來都是充滿著熱情的理想 那你自己有經歷過那種 比如說像你現在演的這種職場菜鳥的這種經歷? 當然有啊 就是剛剛入行的時候都是菜鳥啊 也經歷過就是可能演戲也不好啊 或者是很嫩啊 然後被導演痛罵的很長的一段歲月 就也熬過來了嗎? 對,就是也還存活著 那我看了介紹好像說你這個角色 就一開始其實就還不是很通人情世故的 會發生一些衝撞那種的 這跟你本人像嗎? 呃,我覺得會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呃,比如說像我這個角色 黃毅然他可能是 欸,可能剛剛出世社會還不懂一些人情世故 呃,說講話都特別的直 呃,或者是也比較不怕領撞上次 那比如說那時候我剛剛從美國回台灣的時候 那其實美國人說還都是很值得 所以呃,有時候我可能講一些話 可能也浪費到了有公司的主管 可是我其實自己也不知道這樣子 啊,有吃什麼悶虧嗎? 就有過那時候剛剛去試鏡 然後試鏡完以後 然後沒有上 我就有去問問主管說 欸,就是我想知道為什麼沒有上這樣子 我想要知道欸,我是哪裡做的不好 我下次可以改進 可是主管好像就會錯意 覺得我是去問他為什麼我沒有上 好像比較少 我怎麼可以去質疑他就是 為什麼不讓我上我的意思 這樣子 就是當可能講話 呃,太直接而造成了一些誤會 啊,對 那就是在北京拍戲這麼久 我覺得適應了嗎?這邊 呃,其實還蠻適應的啦 因為其實,呃,我這些年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這邊工作 所以其實很蠢蠢 不太存在於什麼事情 嗯,因為那我沒看到你在劇組 好像前一陣子過了自己的生日吧 啊,對 那個過程是蠻難忘的 呃,就還蠻開心的啦 因為那天就是剛好我的大學同學 他們就在他們的店裡的一些甜點 跟就是食物過來 然後就全劇組的大家一起吃 因為其實我們這部戲 我們呃,我們這個婚禮策劃的主教策劃一組 然後其實我們大家每天一起工作感情也都很好 然後就是他們大家幫我一起親身 就也還蠻開心的 那這次看你的角色是那個婚禮策劃師 這個角色是吸引你的部分嗎? 我覺得是啊,因為就是印象中中婚禮策劃師 呃,就是你可以去策劃婚禮 你可以去幫別人建造一個很美麗、浪漫、溫馨的婚禮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後演了以後就會覺得 欸,其實好像也不單單是那麼簡單 你會需要每天去面對很多的客戶 然後其實這個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 你要去很細心地去想辦法去完成每一個客戶的需要 然後怎麼樣還要補充補合上司的要求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是不容易的 嗯,像雅文也說 她會建議說自己的婚禮會親離親為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啊,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當然是要,你總要說出你的需求 人家才有辦法去幫你建造出你心目中想要的婚禮 嗯,那你也會想好了自己想要的 所以在戲裡面的時候 就是要有顧客他們要是問我 他們要是會問他們很多的細節去想辦法完成他們心目中 那自己的呢? 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就大家等著看好了 好吧,因為前面這裡看你的大片很漂亮 哦,謝謝謝謝 是你喜歡的style 是啊是啊,我非常非常喜歡 嗯,好啦,那這個 這次跟朱雅文在戲裡面是怎樣的一個感情的糾葛? 嗯,裡面其實就像發布會講的是比較歡喜冤假 哦 會不停的鬥嘴啊 嗯,然後因為其實 兩個人的個性跟背景都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可是在當中就會有很多的衝突 然後在衝突當中又慢慢的增進感情 嗯,那兩個人是那種會有那種 後面會有虐的部分嗎? 嗯,虐的部分啊也會有 就是一定,我覺得一定會有一些衝突產生 嗯,然後導致兩個人就是不能在一起 嗯,那也有比較親密的戲嗎? 親密的戲,大家就等著看吧 會要 我會說這部戲的整體來說會更純情一點 嗯,就是你應該,你能接受上一部的那種尺度嗎? 嗯,真的有這樣子的戲劇來找的,我真的在想 那不會說會有一些顧慮嗎? 比如說結婚以後,到時候再想吧 好吧,那那個,因為電視劇的這個播出 肯定會比電影會產生更多的社會的話題嗎? 嗯,那到時候大家會有一些討論 你會不會擔心,或者吐槽啊,或者什麼的 我覺得不太擔心耶,尤其是因為我們這部又是一個喜劇 我覺得,呃,是會把大家逗樂的 然後我覺得,有吐槽有批評,我覺得是好是代表大家 我在關注這部戲,我覺得任何的評論都要去看 對,因為你這個角色也是剛入職場會有很衝的一面嘛 因為很多人現在會覺得,這種角色可能炎炎可能會有評論說什麼傻白天啊 你這個會有那樣? 我覺得,就算是傻白天,有很多不可能的表現方式 對,那,呃,可能 我不會說是傻白天啊,我覺得 你演的不是 是一個,怎麼說呢 我覺得單純善良跟很酷酷毛鯉,就是比較稚嫩的角色 一定就是,就果然是傻白天的,就主要是看一個呈現吧 哦,對,好,那這個劇的名字是叫北上廣不相信愛情啊 是因為什麼,是因為大都市的原因 這部戲叫做北上廣依然相信愛情 對,依然相信愛情 就是為什麼會有那種不相信愛情的那種感覺呢? 呃,她依然相信愛情也就是再一次相信愛情的意思嘛 那其實,呃,這部戲裡面,我跟雅雯其實都是在過去的感情曾經受過傷的 哦,都是在遇到對方經歷過了一些事情以後,才慢慢的又重新對愛情的事情 對,那都市裡,你會覺得真愛難選嗎?那種? 我覺得,那真愛當然難選啊,所以當女生這個事不斷是真實 對,那現在妍希接下來還會有什麼大螢幕的計畫? 接下來,接下來,呃,外公放一三十八米,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嗯,然後還有幾支作品,呃,因為我去圍牙都會跟她見面 你會去參加一些什麼真人秀的? 真人秀沒有排斥啦,呃,但是主要的還是希望你也是有主 嗯,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謝謝